穿上了傳統的西服 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表情超可愛 而這音樂似乎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怎麼會是歌仔戲呢 原來這是淡水國小的母語特色課程 將傳統的歌仔戲帶入教學 不但可以讓小朋友傳承本土語言 更能夠認識歌仔戲這種在地藝術 那我們用歌仔戲 這樣子幼兒歌仔戲 更有趣的方式 讓小朋友更有興趣 那加上我們洪文藍老師 他對於歌仔戲 他個人有專長 有另外再花時間去學習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 全員都來支持這樣的一個教學 小鳳表示 當初剛好一位老師有歌仔戲的專長 應用在課程中也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不但讓這些小小朋友跟阿公阿媽們 更有話題 也增進了他們的文語能力 而這樣的課程 更是讓淡水國小幼兒園 獲得了新北市幼教之光 特色幼兒園的第一名特優 接下來更要代表新北市 參加全國的比賽 現在廟會有時候會有演歌仔戲 然後本來小朋友就很有興趣了 學了之後有的人說 我看得懂他們在演什麼 就是有一些 比如因為我們有演過像八仙或三仙 那是半仙戲 然後通常廟會一開始會有半仙戲 然後小朋友就會跟媽媽爸爸說 我知道他們在演什麼什麼 然後就很有興趣 然後跟家長跟阿公阿嬤也會有興趣去聊 民生一致的肯定 我們得到新北市唯一的特優 也就是可以說是新北市的第一名 那後來我們又參加新北市的教學卓越獎 我們也得到幼兒組的特優 即將在六月份參加教育部的評選 那參加全國的比賽 我們今年因為幼兒園有多增一班 所以我們今年因為扣除大班 只有十二個小朋友 所以我們的名額會增加很多 大概四五十位這樣子 無論是唱腔又或者是身段 小朋友表演起來可是有模有樣 信心十足一點都不堪胡 幼兒園成校卓越 校方今年也特地增加一個班的名額 希望可以將資源釋放給更多的孩子 是的陳柏惟 帶點水採訪報導